东盟峰会举行,特朗普害怕来了陷入遭遇孤立的尴尬,编造了一个理由便缺席了,美国副总统彭斯替代特朗普出席,由于遭遇白宫内会怀疑,彭斯近期不断释放荒诞言论,比如要求我们先妥协后谈判,当然遭遇了不治。 但是,方言人称,中国不欠谁,不求谁,也不怕谁,想要和中国达成一致,美国必须先学会互相尊重,平本互利。 可是,彭斯已经被怀疑是否就是白宫的内鬼,且必须有更多的表演才能赢得特朗普的信任,才能化解危机,所以来到东盟有了更多的举措。 正如普京开玩笑说的那样,美国只带来了剑,并没有带来橄榄枝。 彭斯参加东盟峰会,更是直接警告东盟国家,必须按照美国的意志行事,并且毫不掩饰地进行威胁恐吓。 可是面对美国的霸道无理,东盟国家这次没有妥协,根据报道,东盟当做彭斯的面,要求美国滚开。 新加坡领导人直言不讳地指出,美国给地区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混乱,美国应该离开。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更是直接拒绝了美国舰队,在相关区域发挥作用的申请。 马来西亚总统直言不讳地指出,为了地区和平,美国应该走开。 确实,美国所到之处要么是战乱,要么是混乱。 美国就是当今世界最大的搅局者,其目的就是搅乱全世界,然后浑水摸鱼,获取最大的利益。 美国根本不会顾及他国的利益,也不会管其可能导致的数百万,乃至上千万难年,因为美国眼中的一切都只有美国自己的私利。 中国人的善意是写在脸上,落实在行动中的,西方的善意都是嘴上的。 所以对于西方的本质,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会有自己清晰的认识,不会继续上当了。 所以,这次东盟国家才会当作彭斯的面,让美国离开。 当然,除了得到多重世道寡助之外,美国遭遇逐克令。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,那就是东方大国总体实力的提升。 现实的世界告诉我们,这个世界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,只有自己强大了,才能不受制于人。 经过多年发展,我们不仅仅拥有了完善的工业体系,还拥有了体系配套。 装备完善的海上装备体系,航母,舰载机,预警机,直升机,驱逐舰,两栖舰等等。 可以说该有的都有了,正是有了这些强大的国制重器做后盾。 所以美国才不敢轻取妄动,东盟各国才有了坚定合作的自信与决心。 实力书画,东方成为共识,是得到多重的结果,也是我们不断拼搏获得更多发展实力的结果。 当前,我们最为关注的还是,不断的发展自己的实力,强大自己才是一切的根本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,AO。